你要银河 打开后备箱 确认要打开后备箱 确认 打开了 我靠 这有点帅 这个有点帅 Hello 大家好 电动车公事 话不理 我身后这个车不重要 大家有没有看到六排字 六行字 外观精致 设计好 内饰高级 用不掉 底盘优秀 动力强 花活不少细节 跑得够远 花得少 国货崛起 当则好 这首诗就是著名的李白的传人 李黑 急性性的 那我身边的就是银河的L6 这个L6其实在前段时间已经上市了 在我今天的体验下来 从外到内我都特别喜欢车 如果大家说10到15万 让我给大家推一款插混的轿车 我会去给大家推荐它 特别有好感 那我们就依旧按照刚才那首诗来 我们先聊设计 给我的感觉 它首先有点像小鹏屁股 只不过比小鹏屁股看上去更加硬了 前面是LED的大灯组 然后大灯组里边有一个显高级的蓝色 虽然它并没有激光大灯 但是它依旧是一个全LED的 两边依旧是一个日行灯 然后贯穿式的头灯 车尾有贯穿式的尾灯 在尾灯和头灯的里边有很多细节 车侧呢 顶配呢 它是用了18英寸的铝合金轮圈 外自行的 车身尺寸是4米78 轴距是2752 没记错的话 它整个车身的三维 是要比琴Plus要大一圈的 同时又宽又矮 整个姿态也会更好看 内饰你能看到 我们这是一个米黑双色的设计 前面是一个10.25英寸的液晶仪表 中间是一个13.2英寸的中控 数字屏幕 这个屏幕十多万 全系标配815车机 吉利下料太狠了 然后这整个中控的UI 它已经向新势力的设计去看齐了 非常精致 就是整个UI 看不到那种传统车机里边的锯齿 因为大家在看这个车 我相信你已经看了不少车了 那十多万的国产车 它在内饰设计上 能做到这种水准的 真的不太多 毕竟它价格便宜 首先你看它这个遮阳板 咱们上次见这个遮阳板 是在什么车上 智解LS7吧 是这种半透明的这种遮阳板 就是在帮你遮阳的同时 你也不影响你看路况 第二个细节 就是很多现在很多车 它在做电子门把手 或者做抠手的时候 单独抠出来一个位置 而你能看到银河的车门 它整个一个大缝都能去抠 第三个就是 它这辆车 虽然配置表是由低到高的 中配和高配的配置会多一些 但它但凡给到你的配置 都是比较良心的 比如说它全系标配的 815车机芯片 比如说主驾是加热通风 副驾是带加热 比如说它这个顶配的氛围灯 但凡给到你就是256色 比如说这辆车 但凡给到你香薰 就是三个味道 就是所以 它给到你的东西 基本都是好东西 但是其实还有一个小槽点 就是你像有一些车型的 可见即可说 它可以通过理解去控制 但是就比如说 这辆车我在选颜色的时候 它这个车屏幕上 没有字的时候 它就选不出来 纯色 紫色 往下翻 那这个氛围灯 也能通过你跟语音聊天的时候 它去闪烁 有种那种人机交互的感觉 然后在这个中控 中控打开之后 这还有一个大橱格 这个位置有一个字 叫做Never give up 是一个人推着石头上山的感觉 这个就寓意特别好 因为我们现在当今的汽车工业 就是在干这件事 难但正确 如果我们走上去 就能达到一个新高度 我觉得吉利确实在干 它明明作为这个级别的车 它给你一个能充电的功能就可以了 它偏偏要给你一个带散热功能的 50瓦手机无线充电 比如说这个车 它的前手套箱对吧 这是一个很标准的配置 但是它贴心的给你在这 留了一个挂钩承载2000克 方便你去挂一些糖糖水水 我觉得这都是设计师和产品经理 想这辆车人群和功能的时候 他们的良心 他们的认真和他们的执着 我觉得这点真的太好了 那我来到它的后排 你能看到我为什么没关主驾门呢 因为这个车 我没想到 它竟然有一个出事进入的功能 就是我坐到主驾关门 它会调到我驾驶员的位置 前面是我的坐子 我身高181 你能看到我的腿部空间和头部空间 大概是一个什么状态 我抓头发 但其实有30左右 这个后排空间 我其实觉得可圈可点 首先好的地方就是天窗 它中间走了一条氛围灯和一个树梁 就整个看上去非常有科技感 非常有那种银河星河的感觉 但是就没有物理遮阳链了 然后这个后排的角度你能看到 其实它不会有那种同级别竞品 那种非常紧张 非常紧绷的那种状态 因为它这个角度达到了30度 它的座椅坐垫也很舒服 但是你能看到我这个腿有点架着了 它坐垫是比较偏低的 虽然前排座椅底下也有放脚的位置 但是整个腿是被架起来的 中间因为它高压管路相关的背件 所以它还有一块小的凸起 大概半掌高 那有个储物格 有个USB 有个独立的空调出风口 基本后排就这些 但是整个营造的氛围感特别好 叫做一个270度的包围 但是这个包围也就牺牲了一个东西 那就是后排放倒了 牺牲了一种你拉大件行李的可能性 虽然它的后备箱空间也挺大的 也挺平整的 而且在底下的储物格还有一层盖板 打开之后也有比较充裕的空间 用于放一些车内的工具 但是我觉得相比下来怎么做权衡呢 屏幕前的各位 你是想要一个更舒适的后排空间 还是想要一个可以放倒的后排座椅 它这回没有用那个遮羞盖 就是它把这个发动机光明正大就亮出来了 这个发动机 我觉得是目前吉利集团最先进的发动机之一 它是1.5T四缸混动发动机 44.26%的热效率 好像是全世界量产发动机里边 也是排前三的一个热效率 这辆车有两个纯电的版本 一个是60公里的 一个是125公里的 匹配的分别是9度的电池和19度的电池 我们身边这个匹配了19度的大电池版本 它的综合续航在严苛的WLTP的工况下 能做到1370公里 并且要夸的一点 它不像其他品牌 那个大小电池的版本 在动力上也有所区别 就你敢想象吗 10多万的车 它的发动机有163马力 电动机有140多 将近150马力 加起来综合下来是390马力 550左右牛米的数据 让这辆车6.5秒就能破败 现在10多万能买一个6.5秒的车 当然这个6.5秒是一个理论数值 其实在几个大品牌实测下来 它们的综合平均的加速值是7秒上下 热效率这么高的发动机 它只用为92号的汽油 官方的综合油耗是4.55升每百公里 就是聊到最后 我之前没有开过银河系列的车 我今天开上去之后 首先这个动力给了我惊喜 动力又够 车还好开 吉利的底盘还好 第二个惊喜就是它的内饰细节 真的已经超出了这个价位 给我的一个预期 属于是各种惊喜都在车里 第三个感觉就是我会像当时我推荐别人买星月L那样推荐它 星月L是我觉得吉利集团吉利品牌最值得买的SUV 银河L6我觉得它是吉利集团在这个价位最值得买的轿车 它相比它的竞品多了那种家用的温馨感和精致感了 这辆车给了我一个新的选择 给了大家一个新的选择 我真的推荐它 因为已经到店了嘛 大家可以去试试它好吧 好那这里是电动车公社 我是华不理 我真的真心希望大家可以去考虑这个级别的价格 可以去看看它 好吧 那就这样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